經過巴黎氣候轉變的協議 但其實國家簽了 但沒有做 為什麼沒有做呢? 大家知道 其實大家在電視 政府報告 沒有叫我們大家不要駕駛那麼多車 不要用那麼多電 沒有這樣的宣傳 很多國家的人一樣是這樣做 工業、工業廢棄、車、燒在亞馬遜 南美洲的森林、山火 周圍都在發生 其實環境的惡化越來越嚴重 不是減輕了 這是很慢的反應 好 全球暖化可以帶來什麼破壞性呢? 就會時時有熱浪 熱死人的數目可以達到億萬人 即是某個程度 還有時有旱災、飢荒、洪水、巨風 大家有沒有留意今年的新聞 說到在美國、加拿大、歐洲都有洪水 大陸都有洪水、熱浪 都是比以前嚴重了 新聞經常都說八年一遇 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其實是會年年一遇 即將來是會年年都是這樣的 還有這些農作物在這麼熱 是會死的 包括植物和動物都會死的 因為熱浪的緣故和缺水 帶來食物死的時候 即是種的農作物死的時候 就會帶來饑荒 嚴重的全球流行病 因為在熱的時候 那些過濾性病毒、各樣的病毒 皮膚的問題會更加嚴重 更加容易有流行症病 現在這個其實屬於小熱科 但已經很難收貨了 我們看到 還有醫療系統會崩潰 到某個時候自己執生 即是你怎樣保護自己 是自己執生 因為政府都搞不定那麼多 然後南北極的水平線會提升 大量的低地被浸 其實現在已經有很多低地一直在浸 網上有一個DW的Documentary 很多不同的Documentary 裡面講到一些國家的水浸情況 屋常常都是水浸 將來的屋都沒有 而且有山火 海洋和陸地的生物絕種 人們會很害怕 怕的時候政治就不穩定了 而且天氣都遷復了 因為那些人其實很多地方都遷復了 他們就沒有東西吃 沒有水喝 那麽就很大批人去遷復了 遷復的時候就造成很多問題了 就可能會打仗 而且有些國家因為它保護水 例如它在上樓那裏 它將水浸了 下樓那裏沒有水 它們又會上去打仗 而且地底水干擀的時候 更容易有地陷 有很多地方地陷和地震 這些都是現在發生的事 好 這個聯合國 這個IPCC 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 就說出1.5度比在工業大革命之前的溫度 全球溫度高1.5度 這是平均溫度 全球的平均溫度 因為普通說1.5度不是很重要 我們周時都會熱多於1.5度 但它的意思是全球 有些地方會熱很多 還有兩度的分別 是有多大分別 其實植物絕種是怎樣呢 由8%變成16%會絕種 昆蟲 例如蜜蜂、蝴蝶等 絕種由6%變成18% 珊瑚消失 其實現在已經達到大約1.2度 即比在工業革命之前 提升了1.2度 去到1.5度就會珊瑚死70-90% 去到2度時會死99% 全球人每一年至5年有嚴重的熱浪 有14%的人會有這個情況 2度時有37% 北極多年有一次下季武兵 在這個情況下是100年 但達到2度時是10年 但我亦看過有些數字比這個更嚴峻 好了 我們有多接近1.5度呢 我想說這個Graph 是我在IPCC下載的 那條紅線是我加上去的 紅線 它是去到2040年 那麽情況是怎樣的 那麽的情況是預算的 其實現在是沒有減輕的 那沒有減輕是怎樣的呢 即是在2040年 就已經會去到1.5度 然後呢 2065年就會去到2度 2065年距離現在是40年 即是40年之後 那些生物會差不多死亡 很多生物會死亡 還有很多地震、飢荒、疾病 很多這些發生 這是IPCC的 那麽另外呢 另外這是另一個研究的機構 那麽說到這個溫度 亦跟它差不多 即是2065年的時候 去到2度 其實2度這個世界 已經是很難很難生存的 在很多地方的人 是很難生存的 這個東西很慢 NASA美國太空柱 它就預測了 一直下去 就是2050年的時候 會去到1.5度 但有些人就說2030年 有些人是2040年 去到1.5度 然後呢 2065年就去到2度 去到3度 就是2088年 去到3度的意思就是 這個世界已經是很難生存的 我稍後有個地圖給大家看 世界不同的地方 二氧化碳的排放 大家可以看到 美國本來是很多的 但現在稍微縮小了一點 中國以前是少的 現在是闊了 因為它出產多很多 還有它幫助很多地方 建造那些發電的地方 發電的機器 用煤來做的 造成這個世界 越來越多排放 二氧化碳和廢氣 其實這個廢氣的排放 其實這個廢氣的排放 我按緊 你按緊 我怪不得 你按緊 你按緊 我怪不得 這裏就是講到排放的比例 現在來說 全世界27%是中國 百分之十一是美國 不過如果計算人數 中國有很多人 所以每一個人 所用排出的二氧化碳 美國是高很多 因為美國人數是少很多 好了 這裏就是 有一本書出了 它有這個地圖 它說如果全球暖化四度 可以住得人的地方是怎樣 這裏 咖啡色那些是完全不可能住 黃色的部分 是很辛苦的住 很多已經是沙漠的 綠色的部分 仍然可以住 很多地方 是不可以再有人住 所以 我們要知道 四度會去到這樣 三度去到怎樣 真的很難想像 你想想 整個國家 全部的地方不住 那些人走去哪裏 是會造成很大的混亂 其實大家在這十年 已經會見到很大的改變 所以 這是給大家一個醒覺 這些經文 就是告訴我們 聖經有說的 即是 裏面所說發生的事情 並不是好像只是科學 是聖經有說的 我們一起讀 啟示六十六章九節 人被大熱所敲 即是說 很熱 其實現在已經連年都熱死人 然後 第二 就是 民要攻打民 國要攻打國 多處必有飢荒地震 那就是戰爭 因為現在已經政治上 很多地方都很混亂 而且 當越來越多這些 饑荒、 旱災、 人們的生活很有問題的時候 就會很容易有戰爭 還有很多地方都有飢荒地震發生 這個 全球暖化也會導致更多地震 接著 下面 《路加呼音》21章9節 那裏說到 加多一樣就是擾亂 這個世界事實上是很多擾亂的 還有第11節說到瘟疫 因為這個暖化也會變差 地上的幫國也困苦 因海中波浪的響聲 就方方不定 這個原文 就不只是響聲 即是響聲 即是響聲 原文是有 Roring and Tossing Tossing 即是浪拋起 就不只是 胡聲 不只是 啵啵聲 是真的有浪拋起 當人們聽到浪的響聲 和看到海浪怎樣拋起 他們就很害怕 這就是講到海嘯 如果大家小時候 不過我們每一個人小時候 和你的時代不同 我小時候沒有聽過海嘯這件事 但現在經常都害怕 一旦有地震就害怕 即是說這都是一路變差 都是聖經所說的 即是說 先看 OK 好 我現在總括一下 先說有甚麼重點 這個世界 我們可以想像 十年之後會怎樣 二十年會怎樣 三十年會怎樣 四十年會怎樣 這個世界 到底會有幾長時間 我們不知道 我不是預測 耶穌回來的時間 我只是說 只看這些災難 我知道那些災難的災難性 是強到我們很難以抵擋 其實香港是屬於很好的地方 因為我看有些地方 他們的屋子 即是地就塌 即是下陷 經常都水浸 因為很乾 沒有食物 那些水就 哇 像泥水那樣 忽然 要來喝 即是它可能過濾一下 不過 我們的水喉 真的和它比較 真的乾淨很多 那可能有些人說 香港是福地 不論到我們 但其實香港的天氣 會很熱 越來越熱 第二 我們香港是根本不夠水的 我們完全靠中國 主要是靠中國 當中國都悍災 我們這裏是沒有水的 香港那麼多人 根本沒有辦法生存 所以這個世界會很亂 這樣的時候 基督徒應該怎樣想呢 第一 就是神掌管一切 神是一切的主宰 我們的生命是神主宰 這個宇宙的路向 這個世界的路向 是神主宰 最重要是我們入神的計劃 因為在一切的災難 在聖經廣道 啟示錄的災難 都是神帶來的 有些人聽到 覺得很奇怪 大家如果有印象 七人 是神的天使開的 七號 七本 七雷 都是天使開的 全都是神的計劃 那為什麼要帶來這麼多災禍呢 可能在這些災禍之中 叫人更加依靠神 唯一依靠神 因為在那時候 有這個受孕出現 敵基督的受孕 當受孕出現的時候 要有東西吃 一定要拜壽 但如果基督徒想得救 是不能拜壽的 我有另一個文件 你們去我的Google Drive 寫到地提不是在災難前的 是耶穌回來的時候 我是用詩經去解釋的 很多人都以為聖經是支持災禍被提 到災難就會消失了 其實不是的 聖經是很清楚說到 耶穌回來的時候被提 對於我們有什麼重要性呢 就是說 在大災難的時候 基督徒生存的方法 就是完全依靠神 不能夠靠我們的銀行戶口 那時候你有多少錢都沒有用 不能夠靠我們儲存多少食物 你儲存食物 你能夠儲存水 到時水也是一樣 要有這個受孕才有水 的時候 我們根本唯一就是依靠神 神不會叫基督徒 全部一下子死光 一定是有方法保守我們 還有耶穌說 你受迫包的時候 你不用想什麼 聖靈會親自和你指教你 即是說 聖靈會帶領我們怎樣回答 如果帶領我們怎樣回答 也會帶領我們怎樣生存 怎樣有食物 或者可以不用食物 或者怎樣可以變食物出來 或者不用食物 好像摩西上西那山一樣 所以在這個災難的時候 基督徒能夠做的就是完全依靠神 不能夠依靠任何東西 所以在那時候 我相信就是有大復興 但大復興不是全街的人信耶穌 是基督徒的生命很復興 但我希望基督徒不要等到趕時才復興 是現在要復興 預備耶穌回來 我很感謝主 你有這個神學的訓練 就是預備好我們去傳呼音 以及建立靈命 基督徒有很多是很有能力發揮的 不過他們只顧著錢 顧著家庭 他們的生命沒有發揮出來 我希望大家都感染到 由輕鬆得醒來看得到 我們不難的 跟神相愛是不難的 因為神很喜歡我們親近祂 第二就是處理生命不難 因為神一定幫我們 第三發揮生命是不難的 所以每個基督徒都可以發揮生命 以後我們去祝福人 這就是神的心意 我希望大家 當你知道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都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你懂英文 就會比較容易找到 但如果你想說我找給你 我有個群組是英文的影片 你告訴我 我就可以把你加進去 你就可以收到那些影片 有時我將一些重要資訊和一些特別的見證 一些特別的經歷都會放在那裡 讓大家更加知覺我們的時間 我們時間有多長的時候 這個時候不是一個追求世上的事的時候 是一個真是榮耀神的時候 如果這方面大家有問題 你可以再問我 在我心裏 我們經常都尋求神的策略 在這時候怎樣為神作美好的見證 好 在這一陣子我想總括我上次說的事 不是全部總括 因為這些觀念 很多人來說可能是很新的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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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